各位朋友大家好,在正式探讨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之前 我想先向所有订阅我这个频道的和观看我的节目的朋友 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一年半之前开通这个频道 主要的目的是想和海内外的这些有识知识有心人 大家一起来探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问题,方法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我本来想如果是有几百人 来跟我一起交流探讨,我就非常的满足了 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意外的是居然有这么多的朋友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这也让我备受鼓舞 这就是说明在中国的有心人非常的多,中国的民主革命有希望 大家要知道在任何朝代,关心方法论问题的人 那是极少数,大部分人对时事感兴趣,对那些 吸引眼球的那些话题感兴趣,对高层的这个淫乱的 或者是他们公斗的那些内容感兴趣 但是具体的探讨方法的人,那是少之又少,那是凤毛凝脚 而我现在呢,通过这个频道,我就发现了有这么多的朋友 我还私下的很多的朋友,有细节的,具体的一些交流 非常高兴,有借着这个频道啊,我跟大家结识了 我也非常的希望今后啊,继续的跟大家深入的探讨 跟大家结成更深厚的革命的友谊,在今后的中国的革命当中 大家一起来并肩战斗,那我现在呢,也想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那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啊 我们现在的全民共振团队啊,现在组建了一个电报群 那电报呢,现在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通讯工具 因为它可以隐藏大家的身份 同时呢,电报之间的这种交流啊 它是直接是点对点的,不通过任何的中间环节 所以说是很难被拦截,很难被侦破 除非是你那个电脑已经受到了控制 那么这款最安全的这种通讯软件呢 也可以让大家呀,组建一个大群 几乎是没有上线的 我们现在的全民共振官方群一共有三千五百人 都是在海内外的啊 很多,绝大部分是国内的这些有志之士 大家在一起探讨,虽然都是啊,隐藏着身份 但是呢,在探讨话题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群测群力 这样呢,既可以照顾安全 又可以照顾到,又可以促进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这个电报群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群友 虽然是以这个立民的这个身份来加入的 但是呢,其中还有一部分 在海外的这一部分朋友啊 大家愿意公开的站出来,和我们一起来并肩战斗的 那现在呢,我就会从今天开始啊 我就会逐步的公布这样的一批人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公布三位啊 第一位呢,是在新西兰的于海雷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艺术家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啊,主要的从事的是 民主革命的动员的联络的这些工作 需要很多的有灵感的啊 艺术的方法来启发大家,来动员大家 那么艺术家的这种灵感 对我们这个团队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位呢,是美国的刘耀华先生 他是一位资深的IT从业员,技术能力非常强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呢 一定需要任何团队都需要一位啊 有技术功底的这样的人员 那现在刘耀华先生就加强了 我们这个团队的技术能力 那第三位呢,是小陈故事女士 这位女士呢,在美国啊,生活了很多年 所以说中英文巨家,是一位专业人士 而且呢,这个文笔非常好 他这个写文章啊,非常的快 可以说啊,是下笔千言,一马可待 那这是我们呢,这个团队的 这个从事文宣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人才 那么今后,我会逐步的跟大家介绍 另外的一些进行 有在组织方面,在联络方面,在策划方面 有才能的这样的一些人,跟大家来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啊,和他们进行了更多的交流 那我们现在做所有的这些工作 就是抱着一个信心啊,就是受到一种鼓舞 就是中国的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现在啊,已经非常的宁静了 大家看一看,在过去的几个月啊 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个民主革命啊 颜色革命的浪潮正在滚滚而来 已经离中国非常的接近了 就在今年呢,过去这三个多月当中 就有三个国家啊,正在进行颜色革命 那第一个国家呢,就是委内瑞拉 第二个就是阿尔及利亚 第三个就是苏丹 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我过去曾经做过几期节目,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谈苏丹的这场颜色革命 那苏丹的颜色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了 总统,旧政权的总统已经被监禁了 军方现在已经宣布了实施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法 同时呢,在两年之内要在全国举行民主大选 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主要探讨一下 苏丹的这场颜色革命啊 它的特征,它的起因,它的整个过程 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将来中国的颜色革命 所借鉴,所学习的 也有哪些地方啊,值得我们注意要避免的 那一谈起颜色革命呢 我们先要讲一讲中共啊 中共今年呢,它对颜色革命是相当的在乎啊 它对颜色革命的说法有两套 第一套呢,是对内的,对他们自己统治系统内部的 他们说赵克志啊,中共的这个公安部长赵克志说 今年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范颜色革命 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大潮啊,正在滚滚而来了 已经感觉到危机了 那么对外呢,对老百姓呢,是另外一种说法 他们动员了大批的五毛,来给大家洗脑 说啊,上街是没用的,颜色革命呢,是没有用的 只有武装暴动啊,只有这个中共啊 过去,他们是一直是以这个暴力啊,来维持政权的 没有足够的暴力是摧毁不了他们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老百姓根本没这个能力来进行革命嘛 而颜色革命不是你们的一个选项,你们一上街,我们就要开始大屠杀 那这种洗脑,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就接受了 就接受了,有一些真正的想革命的对政权不满的人也就接受了 一接受,他就没有革命的动力了 他就没有革命的方法了,就会感觉到很迷茫啊,很失落,很悲观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苏丹这场革命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启发呢 那这就是一场典型的街头革命,颜色革命啊 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然后呢用民意动摇军心 用民变触发了兵变 最后啊,这些军队就站到了老百姓的一边 对这个旧政权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抓捕了旧政权的首领总统 这就是典型的民主颜色革命啊 那苏丹成功了,难道我们中国不能够成功吗? 当然可以 那苏丹这场革命,它的起因呢,经济原因 老百姓在世界上任何国家 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普通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人性的一个共同特点 大家就是普通老百姓呢,就关心自己的小日子 关心柴米油盐 只有其中一少部分人,那些知识分子阶层 那些精英阶层,他们看得远一点 他们关心整个国家的体制问题,前途问题 而在专制制度之下 那个专制政权,它是尽量的让大家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你只要关心你的柴米油盐就好了 这是他们洗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苏丹不例外,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呢,小老百姓他也有小老百姓的底线 像苏丹,老百姓的底线呢,就是吃 食物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吃的 一定要不至于饿死,在这种情况下 在达到这个底线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忍受 但是呢,如果达不到这个底线,他们也会起来造反 去年12月份的时候,苏丹政府突然的宣布 这个粮食大涨价,面包的价格一下涨了四倍 老百姓就走上了街头 那么中国呢,现在也在经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 甚至是经济大崩溃,很快就要发生 现在呢,很多人已经失业了 很多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反贫了 成为贫困阶层了 他们在投资已经失败了 但是中国过去的,他虽然经济不算是最发达的 但是呢,他的这个经济比苏丹要强多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老百姓呢 他在经济方面,人寿的底线也比苏丹要高得多 可能不需要真正的到没吃的那一天 大家才起来反抗 比如说中国的中产阶级 当他没有能力继续供他的房子的时候 中国房价这么贵,大家每年的供房的负担是非常重的 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房奴 没有这个金钱来供他的这个车的时候 中国在车有小轿车 这个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标配 如果他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标配的时候 心里面也会有不满 同时呢,中产阶级还有一些投资 大家都有一些理财的手段 但是这些理财的手段 大家都发现了这个里面的陷阱非常多 很多理财者,这个投资者 现在已经是血本无归 P2P已经爆雷了 那现在还有更多的这些投资 股市上面呢,已经是腰斩了 那这种情况下 中产阶级的他的资产是大缩水 他的收入是大缩水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也有可能这种不满情绪 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他也可能爆发 这个临界点,这个底线 不是对他们来讲,不是没有吃的 而是他的过去的生活水准难以为继 这个时候他的压力就空前的增大 他们就会起来进行抗争 那这是中产阶级的底线 那中国还有一大批农村人口 还有一批城市的贫困阶层 他们的底线会比中产阶级会低一点 但是呢,他也不会说是低到像苏丹那样 只要有口吃的就行了 更何况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他们呢,已经在接近这个苏丹的这个底线了 那现在中国城市的这个食品的价格啊 过去这些年也是在节节上涨 即使是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啊 那个消费水准也是不低的 一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 他基本的食物的消费一个月也至少要两三千块钱之多 那么如果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啊 失业了,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的情况下 整个家庭就会陷于生存的危机 所以说中产阶级呢 它是啊,它的危机主要在于不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准啊 而社会底层呢,是真正的有这个生存的危机 那么这种危机是会随着这个经济危机的 这个整个经济形势的下滑 它会逐步的加深的 最后如果是经济大崩溃的话 那么很快整个社会啊 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当中 整个老百姓的情绪就会达到临界点 那个时候就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开始 我们现在看见了那个时间节点 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的近了 已经非常的近了 那么苏丹这次革命呢 起点是在去年的12月份 那个时候啊 他们物价突然上涨 老百姓上街了 那到昨天啊 为止这是四个月的时间 颜色革命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迅速 过程的非常的短 过去啊 要改朝换代 那可能必须得经过 长年累月的这种战争 这和政治博弈 但是现在颜色革命呢 把这个大大的缩短了 苏丹的这次四个月 那还不算是最短的 还有比这个更短的 比如说在2011年的 突离斯的茉莉花革命 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点时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只用了17天的时间 那还有更短的 在1998年啊 在印尼的街头革命当中 反对派啊 从正式的啊 挑战这个政权到最后结束 这个把苏哈托拉下台 一共是只用了五六天的时间 那这就是颜色革命的速度 那么决定这个颜色革命是快是慢的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实力对比 就是反对派和旧政权 双方的政治实力的对比 不是军事实力啊 军事实力那个时候啊 已经不起作用了 是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呢 在反对派这一边 主要的是表现为 动员和组织大众上街的这种实力 只要反对派把更多的民众啊 组织上 那个动员上街了 然后在街头把他们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的阵营了 那么他就有了这个 跟反 跟这个旧政权挑战的力量 就有了跟旧政权 争夺军队的支持的这种力量 而旧政权呢 他主要的能力啊 就是维稳的力量 就是啊 来对付反对派 镇压或者是说服 或者是平息 或者是分化反对派的这种力量 那巴西尔呢 就是苏丹的这个旧总统啊 他在这方面呢 表现的还是相当相当的厉害的 他呢 有两手 那一手硬一手软 一手呢 是暴力 一手是谎言 他一面呢 动用他的这个 忠实于他的这些警察呀 安全部队呀 甚至是军队里面少部分人 去镇压这个参加反抗的老百姓 参加反抗的这些反对派啊 对付这些反对派的这些骨干的人物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做出让步的姿态 和谈的姿态 不断的在释放了一些假的消息 说是他要改革了 这么一手硬一手软呢 真是起到作用了 他有时候会让这个整个的运动啊 参与者 他会抱一些虚幻的希望 结果到了今年的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啊 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活动的声势 本来是已经非常的低了 那最后呢 是因为反对派内部还真是有人才啊 突然来了一个厉害的招数 就是大家直接动员老百姓 走到军队总部的门口 让军队啊 提前的让军队 你必须得表态吧 你这个时候不能再骑墙了 而军队这个时候 他表态自然的啊 是站在老百姓的一面 最后才结束了这个巴西尔的统治 颜色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啊 付出的人民付出的代价 相对的比较小 这次苏丹的颜色革命 一共也有几十个人 在这场革命当中失去了生命 但是呢 相对于啊 过去的那种武装革命 改朝换代的方法 那种推翻政权的革命的方法 这个代价算是非常的小了 你比如说啊 像在中国过去历次改革 改朝换代的这个过程当中 老百姓呢 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的代价 在有一些朝代啊 他的这个人口啊 几乎是瑞减了百分之七八十 大家都熟悉的三国时代的人物啊 曹操 他在一首诗里面那写 他一次行军的一个 见到的一个景象 他说啊 白骨鹿于野千里无鸡民 就是在中原地区 当时最防华的人口 最密集的地方 他行军一千里都看不到人烟 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 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 这种啊 摧毁的这种程度 非常的非常的令人啊 这个惋惜 非常令人痛心 那么颜色革命呢 就不一样了 颜色革命呢 它主要是一场以和平抗争 公民抗命为主的 这种主导形式的这场革命 当然也会有小的暴力冲突 来自于两方面的 正反两方面的都会有一些 这个武装的暴力的这种行为 但是呢 相对的规模比较小 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的这个 人民生命财产的这种损失 都是相对的小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统治者 他很仁慈吗 绝对不是 就像拿苏丹来说 苏丹的这个旧统治者巴西尔 那可是世界有名的屠夫 他在他的统治下 过去三十年当中 苏丹曾经爆发过内战 就是苏丹北部和南部之间爆发了 持续了好几年的内战 一共有190万人呢 在那次内战当中失去了生命 而巴西尔这个人呢 他是超不犹豫的动用他的军队 动用他的这个安全部队去屠杀 对方的人呢 他是这么一个人 后来呢 在达夫尔富尔 苏丹的境内又爆发了一次 人民的反抗 主要是因为种族的原因 因为宗教的原因 爆发了一个反抗 那么那个时候 巴西尔又毫不留情的 对那个地区进行了屠杀 所以联合国的这个刑事法庭呢 已经对他进行了通缉 把他列为战争罪犯 和这个种族灭绝罪的罪犯 所以这个人呢 是在国际上 那是有名的屠夫 但是为什么 他在这次颜色革命当中 不能够发挥出他屠夫的那种本色呢 这是因为啊 当全国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起来反抗 而不是一个地区 不是一个种族 不是一个宗教派别 这个时候啊 军队 他的意见就不统一了 因为军队也是来自于人民的 是来自于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 各个种族的人民的 只要军队其中一部分 不愿意参与你作恶 不愿意啊 来镇压老百姓 那么你其他的部分 当他们呢 在对人民呢 进行暴力残杀的时候啊 他们就一定要小心 他们就不能够大张旗鼓 因为大张旗鼓之后啊 他们知道万一哪一天 变过来了 旧政权垮台了 他们每个人手上沾血的人 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说他们的作恶是受到限制的 他们的手是被捆绑住的 巴西尔这么一个屠夫 杀人不眨眼的屠夫 在这次颜色革命的过程当中 他也必须得考虑到 最后的自己的后果 必须得受到各种军队 各个部分的制约 他没有办法来对人民进行大屠杀 小的暴力活动 那一定有的 他一定是见缝插针 他抓捕了很多反对派的 这些骨干人物 来对他们进行酷刑 对他们进行折磨 甚至是进行残杀 他也派出了那些少数忠于他的军队 那些安全部队 那些人员秘密警察 去枪杀那些参与抗争的老百姓 对他们进行恐吓 但是这个都没有能阻挠 阻拦住这场革命 顺利的进行 老百姓的身世 最后还是逐渐的壮大 最后终于把它推翻了 军队不能够统一 这就是颜色革命 它的一个重大的作用 就是因为民意全部的调动起来之后 军心也就跟着动摇了 军队一旦不能统一 一个整架的这种暴力机器 它一部分零件不运作了 那么整个的暴力机器 它就瘫痪了 这个时候统治者认你有多残暴 你都不能够完成你的那种残暴的意愿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了 说中共啊 那他这个是残暴的啊 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 你们只要一上街 他马上就要出动机枪坦克来对人民进行镇压 他们确实是残暴 这个不假 他们也毫不掩饰 当年王震就说了 我们是用两三千万人头换过来的江山 你们要想夺取江山 就拿两三千万人头来换 他们也是想这样做的 但是他们做不了 他们做不了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我们把中国的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动员起来 中国的军队也跟苏丹的军队一样 巴西尔他过去是军人出身的 而且他有长期的战斗的履历 这种经验 他在苏丹的军队当中 那个威望是非常高的 苏丹军队的那些将领 高级将领 那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应当说都算是亲信了 但是即使是如此 当老百姓全部走上街头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调动军队来进行镇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形势摆在军队的这些高级将领 和这些普通的官兵的面前 巴西尔这个政权 在国际上 他已经遭到了空前的孤立 所有的这些 这文明国家都把他当作是这个野蛮政权的一个首脑 这个政权在国际上是受到鄙视的 是受到排斥的 是受到围攻的 在国际上他们没有支持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在国内呢 人民又起来反抗了 那么你这个政权就变成了一座孤岛 你这个军队是愿意站在这个孤岛上面 永远的那在这个孤岛上面被国际社会所包围所唾弃被人民所反抗反对呢 还是干脆就站到人民的一边 融入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 这样呢 你这些军队的人 你马上就可以啊 得到国际社会的接纳 那就可以啊 得到人民的支持 你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 你在这一场革命当中 你就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那么今后人民这个新的政权 新的国家还会奖赏你 你得到的更多 你的利益更大 而你所冒的风险就更小 如果是你参与巴歇尔 接受他的命令对人民进行大屠杀 让苏丹血流成河 那么你就跟他永远绑定在一起了 当巴歇尔这个政权灭亡的时候 那你们就要跟他一起灭亡 军队他们都是啊 都是这些高级将领啊 他们都是精于算计的人 这个账啊是非常好算的 统治者这些独裁者 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那他们的本来的自然的生命 不久就会结束了 而且他们在国际上啊 已经被毒死了 在国内又受到这样的反抗 他的日子已经不久了 谁愿意跟他们绑定在一起呢 谁愿意跟他们一起啊 上了这个贼船一起沉到这个海底呢 当然不愿意了 所以说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他的收益更大 收获更大 而风险更小 站在旧政权这一边 站在统治者这一边 他的风险更大 而收益更小 中国的军队同样是如此 习近平呢 他对军队的控制能力 那跟巴歇尔简直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第一个呢 他本身呢 在军队的资历是很浅的 他只是在啊 当年的这个军委的副主席耿彪手下当过几天的秘书 那是通过他爹的这种人情的关系去当的 实际上啊 就根本就不算是在军队里面 军队根本不接受他作为军队的一员的 那么第二个呢 他是没有任何战功 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是对他是没有尊重的 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呢 其他军队那些高级将领呢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属于平民出身的 这是习近平过去反腐运动打击的对象 即使是没有受到打击的 至少他们也受到了不小的这种惊恐 因为啊 习近平随时都有可能拿他们开刀 他们的这现在呀是如坐针章 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对习近平本来就是非常的不感冒的 非常的希望他下台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太子党 他们呢通过这个父亲啊 父辈的祖辈的这些关系进入了军队 起了高级的职位 但是这一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罔固子弟 我告诉大家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自己家族的利益 而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家族在海外 在美国西方社会啊 都有大量的财产啊 和大批的亲属 他们呢 都是已经离岸的 他们一只脚已经踩到了 这个西方的土地上面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放弃这个政权 只要人民革命一来 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权 那么中下级的这些军官呢 就更不用说了 就在中下级这个军官里面呢 红二代那只是极少数 绝大部分的是平民子弟 而这些平民子弟知道 他们呢 要想晋升到最高的那一层呢 要想往上走 那是相当的困难 越到高层 你的这个位置越少 位置越少 那些位置呢 都是给红二代留下的 所以说他们知道自己 要想往上爬 要想走到军队的那个最顶层 他们必须得建立 读这个奇特的功勋 建立这个建功立业 那么建功立业有什么条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建功立业呢 难道在中国的军队 现在这个状况 他们能打得赢胜仗吗 在对外战争中能够打得赢胜仗吗 当然不可能了 那只能打败仗了 那么他们呢 怎么样能够建立工业 那就是在保护人民的这一方面建立工业 在人民起来革命之后 他们勇敢的站到人民的一边 来给专制政权 给中共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最好的机会 将来的中国的反对派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告诉军队的那些中下层的官兵 甚至高级将领 就告诉他们 你们只要站到人民的一边 那么 人民一定会奖赏你们 那么比如说 每一个公开的拒绝对人民进行屠杀的这些人 马上 这个只要新的政权一成立 对他们呢就进行这个官身三级 你现在是少校的 一下子就变成了少将 那么这种吸引力 我相信对军队啊 那是军队的那些中下层的那些军官呢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当然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绝大部分士兵他们是来自于人民的 那他们在感情上面 利益上面本来就是和人民是在一起的 那即使是没有任何这种利益的 对他们的奖赏 他们也会站到人民一边 所以说啊 未来在中国革命一旦爆发之后 中国的军队会反叛的 那会站到人民一边的这个速度啊 会比苏丹的军队啊 要更快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这不是啊 这个由习近平他本人的意愿决定的 这是由整个大形势决定的 这是由人性决定的 这是由未来的反对派的作为来决定的 当然颜色革命也一定会有牺牲 无论是在苏丹 还是在未来中国的颜色革命当中 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跟旧政权站在一起 帮他们作恶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脑残 是受了旧政权的这种洗脑 另外一部分人呢 是因为他天性邪恶 只要有作恶的机会 他们绝对不放过 但是请大家相信 这批人始终是少数 无论是在军队当中 在武警当中 还是在这个警察当中 他们都是少数 只要军队的绝大多数人 他们不这个跟统治者站在一起作恶 那么其他的这些少数人 他们的作恶就是有限度的都就是小规模的 苏丹的这次革命有几十个人的伤亡 将来中国革命当中可能会有更多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更大 中国的这个地方更大 但是呢 只要我们坚持我们这个颜色革命的这个战略成功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无论是军队他这些作恶者 警察中的作恶者 旧政权 他怎么样用暴力恐吓的方式来挑衅 我们都坚持这个 以民变促成兵变的这一条战略 最后一定会把军队啊 拉到我们这边来 那这一次苏丹的老百姓呢 这反对派就做得非常的好 虽然他们不断的遭受旧政权的打击 而旧政权的打击呢 他们肯定是动用的这个军队的人啊 安全部队的人啊 警察去打击的 但是老百姓永远是 一直是坚持着 用民意动摇军心的这个战略 不断的向军队喊话 那么最后呢 他们是怎么样逼迫军队啊 来最后站在人民的一边的呢 他们直接的到军队的总部 用几千几万人的这种规模啊 到军队的总部去请求他们啊 履行自己军队的职责 站出来保护人民 这个时候啊 当巴西尔在派他的这些亲信 去想攻击人群的时候 军队啊 就直接的向巴西尔的那些亲信呢 就跟他们开火 就跟他们交战了 军队掌握着一个国家最强大的武力 当他们站到人民的一边的时候 那旧政权的灭亡 就是已经注定了 那么中国未来也是一样 中国未来啊 一定有很多的民主派的这些核心人物 骨干人物 有很多的老百姓 他们会受到抓捕 会受到暴力对待 会受到杀害 会受到谋杀和暗杀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不能够放弃 严设革命的最基本的战略 以民意动摇军心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都在向军队喊话 我们都坚持要打政治战 而不打武装革命 因为我们没有武装 因为我们一定不能够直接攻击整个军队 一定要把军队拉到自己的一边来 当我们把军队拉到一边来的时候 中共就完蛋了 这就是这一场革命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苏丹的这个反对派 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将来会做得比他们更好 那说到现在 我们必须得从现在就开始准备 开始来行动 那么作为海外的这些民主阵营的 其中的一员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直在从事的这个活动 就是全民共振 就是想把国内的各个地区的各个阶层的那些维权抗争群体 那些有经济诉求 社会诉求的这些群体 把他们的这个抗争行动 已经在抗争的这些群体 把他们抗争行动 串联起来 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 让他们在少数的地点 集中的爆发 那么形成一种 一种共振效应 然后用这种共振效应 所激发出来的 这种舆论上面的 这种冲击力 来激发出整个国家的 这个民怨 让老百姓 全国老百姓都走上街头 那今年的五一 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过的 另外一个 推广共振 促进共振的一个好时机 五一是个长假期 很多人都有时间 五一又是国际劳动节 而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人失业了 很多人还有工作的 但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受到了很大的剥削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五一这个劳动节 这个节日啊 我们是一定不能放过的 五一我们一定要推广共振 要尽力的推动共振的 过两天呢 我们就会宣布 这次五一共振的具体的方法 有往上和往下的两部分 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